大家好 我这盆 落地生根在七年秋季的时候 再接了长树花 现在恢复了生长 由于栽培这个落地生根的时候 用的是一些粘土 容易板结 而且没什么养分 导致这个结穗 生长的不是很茂盛 所以春季 给它换盆 换盆之前 我们把底部这些落地生根 新芽给它摘除掉 然后给它脱盆 把部分的土壤去掉 落地生根是非常好养护的 随便扔到头里都能成活 把部分的土壤去掉就行了 落地生根对土壤要求不严 不过呢 栽种到花盆里面的话 我们选择 酥松透气白水性良好的 营养土更有利于 后期长得更坚旺盛 花生壳营养土 两份 是我去年 用羊粪 加花生壳 加盐土 预解凹制的 养分多 白水透气 加两份 专业的培育土 主要是保水 保肥 富含腐质质 有质质 接一份核杀 底部放了一些 发酵腐术好的 花生壳 盆栽的花卉 我们上盆 一定要放足底肥 放一把羊粪 因为羊粪质地 适力干燥 丰富的腐质 好有质质 可以增加土壤的白雪 透气性 更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然后给它浇透水 我们浇水的时候 可以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一颗 对签劳生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浇透 可以促进 落地生根 快速地找出 腥的根系 这样 吸收能力才会强 后期 把更多的养分 提供给上端 这样长生花才能长得 脂肪要貌 然后把它放在 阴凉通风 良好的地方 浮盆 一段时间 等这个枝条 开始长新芽了 我们逐渐地 把它放到 阳光充足的地方 养护就行了 好了 再见 再见